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這個美中的國防部長 香格里拉對話 在美國的國防部長 奧什丁公開演講 他定調亞洲安全 美國才會安全 同時這個週末 黃仁勳的演講 眾所矚目 一方面他強調 台灣是AI革命的中心 另外他謝謝台灣 台灣是無名英雄 台灣是珍貴夥伴的家 而且台灣是輝達的起源 台灣是世界的資助 好確實 黃仁勳的演講跟影片 感動了全世界 也感動台灣 那這一回合小粉紅 Key put put 因為黃仁勳還說 台灣是非常重要的國家 好網路上現在大戰的 這一個NVIDIA 事實上秀了一個新的 沒有中國的AI世界 但是AI革命的發展 直接影響到人類的未來 這一回合電腦展當中 數位人類以及未來的數位人類助理 事實上時代已經來了 而這一個時代來臨的同時 台灣內部的政治的環境更加的複雜 一方面賴清德定調 他的職責要穩定台海和平 另外方面五角大廈 仍然是強烈的加快速度武裝台灣 而立法院現在進入罷免大亂戰 那清鳥行動過後六四事實上在美國的紐約時代廣場 也有挺台灣的廣告 然後傅昆奇準備硬幹 那強推的是這一個2.5兆金額規模的前坑法案 後續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要特別介紹的是 雙清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 洪三雄大哥 大家好好順便介紹一下他是馬英九的台大法律系同伴同學 再來是黃世聰 再來是吳坤裕 再來是黃創下 再來是張藝善 我剛剛講這個週末轟動全台最重要的是黃仁勳的演講 那事實上國際媒體也有大規模的報導 那確實這個包含我本人的所有社群平台網路的影片 都被黃仁勳洗版 那特別他演講當中呢 還有一段謝謝台灣的影片 非常感人 創下昨天黃仁勳的演講喔 真的在台灣網路喔 這個一波高峰 那特別是喔 他演講片段最後的這一段喔 中文的影片喔 很有可能是生成是AI喔 這一個生成的影片 但是非常的感動人心 黃仁勳昨天又在台大演講 他在之前的時候在逛夜市的時候不斷的講說 他會在台大的演講有一場重大的宣布 那重大宣布到底是什麼呢 有人猜是不是又有新的晶片 還是他有新的計畫 最後他告訴全世界真正最重大跟AI跟整個揮答 最有關係的是台灣就是世界的支柱 台灣就是AI的未來裡面的中心 原來他真正的重大宣布就是台灣是回答的起源 有台灣才有回答 有回答才讓台灣更繼續的壯大 他在整個演講稿裡面最後呢 那個兩分多作用的時候 是用AI生成的他的語言 特別要感謝沒有台灣就沒有回答 謝謝台灣 然後他在這裡面呢 特別講到台灣在整個人類的未來 世界未來裡面關鍵的 很多網路上立刻結出了重要的語錄 第一個 現在全世界處在AI的開端 台灣就是這個AI開端的一個中心 而且呢台灣呢有太多的無名英雄 因為這些無名英雄 這些無名英雄台灣就是整個回答 整個AI珍貴夥伴的家 那我們一定要好好的保護他 然後台灣人讓回答成為世界顯像卡 速度最快的工資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代工 太多的廠商幫助回答 能夠在這個AI的時代裡面 在這個視覺變成字的裡面 遙遙領先 謝謝你台灣 台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然後呢他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在整個在英文演講的時候 做出了這個背板 這個背板裡面台灣在正中心 然後感謝了這些曾經協助過他 曾經是他夥伴 而且現在還是將來會跟著他一起往前走的 這些台灣的廠商 台灣的夥伴 還有八所國立大學 八所市立大學 這個寄出來之後 哇整個台灣人都嗨了 他是列出來從英文字母一路排下來各種公司 然後半小時之後 這張其實不是他的背板 馬上網路上呢 就把每一個公司的那個股票代碼 通通補上去了 說這個是黃老師的名牌 然後很多大學裡面呢 也是開始學生在找 我的學校有沒有在上 有上 我的學校安全了 沒上 那可能自願要從田了 就變成是引起了這麼一個風潮 然後他這裡面呢 包含是昨天去的時候呢 台灣的像劉洋偉啊 像詩從杭這些人都去了 梁建厚都去了 因為有17個他最重要的夥伴 而在過程中 黃仁勳還非常的有感恩的精神 他特別講到了 他放出了一張30年前 那時候張忠謀也好年輕 他也好年輕 30年前當開始要做這個 顯像卡的時候 他找台灣合作 找世界很多廠商合作 到處打電話 Maitan接他 結果打了一通電話 給了張忠謀 跟張忠謀見了兩次 所以他的起點 跟張忠謀很有關係 特別感謝 另外他也放了 過去跟鴻海 跟劉洋偉 跟施從堂 跟很多合作廠商 一起走過來的 這些珍貴的照片 然後當然在這裡面呢 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台灣科技界 都非常感恩的 然後這裡面呢 是梁建厚 梁建厚看到了施從堂 看到了劉洋偉 你看那個後面鞠躬喔 基本上不是彎腰而已喔 將近90度的鞠躬 謝謝我們一起走過 這樣整個台灣的 在全世界 AI世界裡面的一個立場 不過呢 他整個在講 這個過程中的時候呢 他講了一件事情 他公佈了一個 未來的AI的世界發展 世界的一個圖像 然後呢 整個小粉紅快崩潰了 第一個呢 他是講說 將來有在AI這個世界裡面 會在世界AI領域裡面 都很重要 而且往這發展的國家 用的是螢光綠色 然後呢 沒有中國 沒有中國就算了 小粉紅更受不了的是 台灣是中心 當然一定會練習來 而且台灣在這邊的顏色 就是這個螢光綠 跟中國這種灰暗的 沒有光明的顏色 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 就告訴你 互不隸屬 互不隸屬 所以小粉紅幾乎是快要瘋掉了 就AI的世界沒有中國 沒有中國 但是有台灣 而且顏色是不一樣的 未來的發展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小粉紅瘋掉以後呢 其實他前幾天在夜市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 提到說 台灣是非常重要的國家 當時整個大陸的小粉紅就受不了了 說我們要制裁 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然後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結果後面還有很多小粉紅說 我們怎麼制裁啊 人家又不賣給我們 我們也買不到 你現在要去制裁回答幹什麼 而且真的再下去的話 搞不好 連 將來是H20都不賣給他了 那他們要怎麼辦 不過黃仁勳昨天在講這 他是把整個世界 預判了 未來就是一個數位人類的事實在 然後數位人類的時代裡面 PC就會取代 PC就會變AI所有的取代 所以每個生活的領域 各種需求都需要AI 第二個呢 他特別秀了一個 未來是用台灣 因為我們是颱風常常來的地方嘛 那我們過去的時候用超級電腦 你來看那個時候 整個去測試 它一個虛擬的地球 而這虛擬地球以台灣為數 過去去向預測 大概都是公里級以上的誤差 而且是數十公里級的誤差 但是呢 利用AI的時候 他特別做給你看 進到公尺級 所以你會看到是英零一大樓 旁邊那些風怎麼吹 速度怎麼樣 他用一千倍的一個更小的尺度 可以去精準的預測 未來風雨 這個就是未來AI的時代 那另外一個 也跟我們很多人擔心的 傳統產業有關 他特別提到 為什麼特別提到尤陽偉 特別提到鴻海 因為他正在跟墨西哥那邊 跟鴻海的很多工程師合作 他是將來會有很多的無人機 無人的機器ROBA 而這個ROBA裡面呢 是鴻海很多工程師 他們累積了全世界製造業 兩百多萬種的模組 他們的經驗 他們的模組 傳達了 所以他們正在將來就是 傳統產業 你的機器人都有辦法 都可以扣用這個 那如果傳統產業 都有一個未來 AI的未來 那所以呢 謝金河就會講了 因為中國在這個時候呢 沒辦法制裁回答 但是他們總是呢 想要去處理一下台灣 上市是12項的EKFA 現在又134項 結果呢 謝金河講說 沒有EKFA 台灣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說其實 黃倫虛的整個裡面 最重要沒有講出來的是 中國無法抵制封殺灰達 而是灰達有能力 封鎖中國 是因為你中國在這裡面 他已經告訴你了 你的顏色 不在這個未來的狀況 那因為中國現在呢 針對了賴心得 又繼續去封鎖 我們130項傳統產業 但是裡面的核心關係是什麼 就是這些產業 中國自己的問題很大 謝金河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已經慘然過剩 所以其實這些產業 在中國已經 就沒有什麼便宜可以賺到 所以你現在封鎖之後 那如果將來 輝達加上台灣 機器人繼續下去 AI的一個新時代 到時候 大概也沒有人在乎 EKFA是什麼了 是從一方面喔 黃仁軒迎接帶來了 台灣的AI新時代 那他強調謝謝台灣 那台灣是 輝達的起源 台灣是世界的資助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預告了整個AI時代 包含數位人類 數位機器人的時代也都來了 對 事實上這個 輝達昨天的這個影片裡面 有一段話 我相信大家都很感動 就一起我們創造的非常多 他把他跟張忠謀董事長的照片 放在一起 好那我們必須從這個起源說起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呢 都有非常大的感慨 為什麼 因為張忠謀董事長是在美國 他幾乎是沒辦法再往上升的 在美國發展 遇到瓶頸之後 回到台灣開創第二村 他在1987年建立了台積電 然後呢 輝達這個執行長黃仁軒呢 他是1993年建立了輝達 那當時的時候 因為他是小公司 美國當時的這個氣氛裡面來說 是你要晶圓廠 你是男人就要蓋個晶圓廠 但是他沒有晶圓廠 沒辦法生產 所以到處被排擠 好不容易他打通了那個電話 張忠謀董事長也願意跟他見面 然後兩個人開始生產了第一顆的這個GPU 所以他們兩個人當然當時的環境是 美國是半導體的霸主 今天到今天為止來說 台灣已經變成是全世界半導體 特別是晶圓代工的霸主 輝達目前為止也已經贏過Intel 或是贏過當年壓著他打的AMD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 就兩股力量造成就是我們今天已經翻轉了這個局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黃仁勳當然會相當有感 尤其是黃仁勳一路以來的 包括說像從最早的遊戲的顯卡 一直到這個現在的深層式AI 其實最重要的夥伴都是台灣 從早年廣達技嘉微信幫他做這個顯卡 一直到這幾年的話 富士康廣達還有這個偉創等等 幫他做這個所謂深層式AI的這個GPU 我覺得他當然跟台灣的關係 我覺得真的是他打從心裡面認定沒有台灣 是真的他沒有辦法發展到今天的 好那因為他昨天的講了非常多 那尤其是他剛才創下有秀出他那個背板裡面的很多 台灣的名稱 台灣公司的名稱 今天他點了那些公司裡面有13支股票漲停板 真的真的 大部分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大漲的一個局面 這個多頭總事令有厲害 對沒錯台積電今天漲漲了3% 然後這個這個鴻海漲2.6% 廣達漲了3% 今天太股一度大漲400點 最後收到漲362點 就是他這樣一聲揚禍之下 就真的衝上去了 那尤其是他這幾天 他最近為台灣帶來的 真的是我們很難想像 像台灣有一家公司叫所羅門 就是他昨天也有提到 做這個機器人影像視覺的 他在第一次在GTC大會提到的時候 所羅門那時候才40塊 今天已經來到180塊 40到180 你就知道那個轉變之力道讓你無法想像 那他昨天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AI的關係 未來的製造業都會變成是AI工廠 所以呢我們有些社論就提到說 啊什麼台灣不要太注重什麼 這個太注重AI啦 傳統產業就還是很重要 你透過AI你可以把傳統產業變成是 不一樣的工廠 對 這是他的說法 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 很多人都說我們他會不會把這個半導體壓得太重 AI壓得太重 沒有 因為半導體跟AI是在每個產業都會有的東西 雖然說這個產品看起來是很集中 但是其實是非常分散的 所以這個很多論點我覺得都是 不是這樣看的 另外他說呢 三兆元的IT產業來說 未來有機會會達到100兆美金喔 他說的是美金喔 所以你知道他為什麼很多人都非常看好台灣 你只要知道在AI領域的IT產業 從三兆到一百兆美金 那這裡面來說 台灣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角色 他從此還提到他未來最看好的是物理AI 就是說把一些物理性質的東西呢 導入AI 這裡面簡單來講就是機器人 或是自駕車 這個部分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另外他昨天因為他有化身成這個Sales 他說這個你買越多省越多 他講的不是他講的是有所本的喔 他昨天又特別講 他昨天大家也有看到他拿一個GP200對不對 他說GP200呢 是兩顆的這個B100 B100 B200 加上一顆CPU 用這樣的GP200來說的話 他的速度比以前要快100倍 好那你速度快100倍照理說喔 你的功耗也要增加很多對不對 他說沒有我功耗只有增加三倍 所以等於是你買越多越划算啊 你要獲得運算力的話 我可以比以前運算力多是100倍 然後我的功耗只有多增加三倍 所以顯見呢 事實上未來的領域裡面來說的話 揮達可能在長這個未來的AI 還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當然他有昨天講到包括說像 預測天氣的部分 他有講到台灣 以台灣為例 那另外說他也感謝這個 除了台灣之外 還有這個CheckGBT OpenAI 另外他還講到就是說 AI未來可以化身成包括說像 數位的這個護士 數位的客服還有數位的老師 然後另外他昨天還用這個 這個鴻海 還有這個核碩偽創等等的 現在在做的一個虛擬工廠 所以他昨天把整個AI未來的藍圖 都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很多人看了這個他的這個 為什麼今天台股會大漲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說 哇這裡面 引談了太多未來台灣的這個商機 那當然啦 昨天晚上的這個重頭戲是黃仁勳 那今天早上的重頭戲是蘇之鋒 因為蘇之鋒在Computex的這個開幕式 他也有演講 他講到就是說 他也是非常 他也一樣非常感謝台灣的夥伴 他還把台灣的夥伴請上去 跟他一起演講 同時直接發表新產品 所以他告訴你你看 緊接下來的話 明天是Intel的季辛格 這些所有的半導體的大亨 都來到台灣 講了那麼多有關台灣的故事 所以我才說 我才說他們證明了一點 就是台灣的經濟 絕對不是某些人說的 我們沒有了中國就不行 因為我們有了非常大的全世界的未來的商機 AI或是說高科技是沒有國界的 我覺得台灣應該是往那個方向去 我覺得 昨天黃仁勳講得非常清楚 台灣是灰打的起源 台灣也是世界的支柱 他講的是真的 我覺得可能台灣我們長期以來就是 比較沒有那種自信心 對我們就嚇人家誰來肯定 但是今天是由黃仁勳來告訴我們 台灣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很多人會很感動 我覺得那是其來有志 好那昆律 確實黃仁勳的演講 我覺得也創造了超級網路流量 那各界都高度關注 那他確實改變了整個科技的 這個時代面貌 那事實上也使得台灣 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舞台 對 這個很久沒有聽到科技界的大咖 有那麼動人的演講 這是自Steve Jobs以後 很少見到這種人 那麼昨天呢 其實那個很多人都看了 以後都在網路上面 整個河道上面說 哇這是總統級演講 那為什麼像那個誰 那個林鶴明 那個林鶴明他以前是小英 社群的超版手嘛 那他就把他分析 其實大家觀點都差不多 做選舉的時候 那根本是在搞選舉啊 而且他不是昨天才在搞 昨天那個先從昨天 大家看到那個講稿來講 寫那個講稿的是天才 也就是說他簡直就是一個劇本裡面 才會看到了那個精彩演講 他不但有目標 他有敘事 有過去的我這一路走來 我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有敘事 我有未來的目標 你看外面未來的世界會 會這麼廣大 把你的希望掉起來了 然後再告訴大家 大家都有這個功勞 我感謝各位 那我以後還需要跟大家一起努力 情感也兜起來了 同體感也拉起來了 這不是總統級講稿是什麼 那我們總統講稿都沒有 很久沒有看到那麼精彩的東西 這只是講稿 是最後一件事情喔 你現在回想 黃仁勳什麼時候在台灣開始露臉 他是用什麼方式露臉 他一開始的時候大概一年多前 他是在華納威秀 兩個小女孩在路邊唱歌 突然露個臉 那個皮衣男是誰 然後大家才知道 原來這叫黃仁勳 這是揮達 講揮達還沒有人聽懂 他是什麼 講NVIDIA 大家都知道 那個顯卡最貴的那一間 後來才知道他是AI 他現在主導 他其實從這個一年之前 他就開始鋪陳了 我們把這個部分叫做B2C 就是廠商對消費者 然後B2C的這個操作 他其實從一年前就開始了 慢慢慢慢墊高 墊墊墊墊墊到後來之後 他逛樂室 然後大家看見 然後跟大家講一些話 讓台灣都覺得說 很認同他 然後他的股價又 上來 然後就更認知到他 他把B2C這個事 先吵起來以後 然後呢最後再來做什麼 你看他來台灣一個禮拜 我們之前在講說 他為什麼要來台灣一個禮拜 他來台灣這個禮拜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B2B 因為他終究很大一個程度 他的業務是在B2B 那他的供應商在B2B 所以他把他的條牙咖 兜起來 張周牟為什麼九十幾歲 還是要 對 也要陪他去那個散牙七 然後然後還有這樣子 過來逛去 那這是什麼 同體感 那他在把大家所有的B2B的 這些廠商供應商也好 條牙咖也好 未來客戶也好 他把他們全部都抠起來 抠起來以後 然後告訴大家 我們是夥伴 我們是 我們是一個 一個team 那所以呢 他這樣子做了 感覺再加上外面的氛圍 他在創造一個什麼 那我們 講組織的時候 常常講一個東西 叫做內部交易成本 如果我跟你B2B的時候 你是廠商 我是廠商 我們兩個bargain 這個價格 然後法律上面 細節上面 這樣弄來弄去 那個成本很高 那個cost的理論嘛 內部交易成本 有時候會比真正的交易成本 或是外包的成本還要高 那個其實組織發展到某一個team程度 他會這個樣子 可是 黃仁鑫很成功的 他用了一個情感 用各種方式 把他包起來以後 從外面到裡面 把他的整個team抠起來 他就做了這樣子的一個結合 結合了以後 到了昨天最後一個 他叫做社群之夜 他就是把我所有的人 全部都抠住 然後發表一篇演講 我用一篇演講 總結這一兩年來 他所有的對內對外 B2C也好 B2B也好 各種方面的行銷操作 把他的形象跟定位 跟台灣抠起來 然後把他定在這個地方 非常漂亮的一個據點 這個時候呢 黃仁鑫在台灣的地位 就是沒有總統職位的總統了 真的真的 他的地位已經沒有辦法取代 他可以說是一呼百諾 大家都認同他 他取得了說 在台灣大部分的人認同 那麼覺得幫黃仁鑫 或是幫揮達工作 或是我們參與到AI這個事業中間 是一個偉大的事業 是一個有榮譽感的事情 而且他還不另於歸功 給其他所有人 然後他還告訴大家說 我喜歡看到別人成功 好 那麼這個 更把大家那個氣氛或是 大家都嗨了 對 大家都嗨了 我每個人都有分享那個榮耀 每個人都是名家 你不覺得那就很像一個軍隊 出師打了勝仗以後 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故事嗎 他在做的其實就是這個非常厲害的一個情緒操作 好 那麼我覺得這個在行銷的過程 或是這個劇本來講 天才 這是天才 這是一個很非常值得摳下來的一個典範 台灣現在其實是有好幾個完全不一樣的同溫層的世界 AI的世界 股票市場創新高的世界 跟立法院每天都是戰場的世界 是兩個平行的世界 那特別是立法院場內場外之爭 是一波接著一波 我們今天現場有一個很特殊的來賓 洪山熊大哥 事實上呢 在青鳥的行動也有一場戶外的演講 大哥 剛剛那個演講是青鳥行動那一天 你直接站上戰車就直接開講了 是啊 其實我大概兩年前就完全退休了 想過一個安逸的生活 那沒想到呢 我們立法院發生了這麼大的一個重大的案件 那麼28號那天晚上 那麼剛好我太太她出院了 我說我帶她出去走走 因為24號那天我們不能公共盛會 所以我們去了 那麼現場看到了有一部這個宣傳車 是台大的學生 我看她們我問她們你幾歲 那我才22歲 有21歲 我說怎麼這麼了不起 但是我忽然想到 就是說這一次這個所謂的一月份的大選 跟這個立法院的選舉 那麼大家都事後的分析都認為 年輕人他們給予民進黨一個很大的教訓 所以才會有今天立法院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麼目前大家都知道了 立法院發生狀況了 就是因為大家用錯了選票 選出了一些不孝的立法委員 他們想要沒收台灣的民族 他們作為這個共產黨的馬前竹 那麼要來毀滅台灣 辛辛苦苦建立好的一個民族法治的一個社會 所以呢我就上台 我來提醒大家 我說我們台灣1945年 中國國民黨接受了台灣 我們歷盡了半個世紀 台灣才真正成為一個 可以選舉我們總統直選的一個 獨立民族法治的國家 對 大家要知道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 中國國民黨 他利用所謂的戒嚴三寶 他在1949年5月20日 他就宣布戒嚴 那他創造了臨時條款 創造了懲治判斷條例 創造了肅清毀疊條例 他用這個三寶呢 成立了所謂的這個 這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這個警備總司令部 就可以總管所有台灣人民的生死和自由 今天立法院就要跟著這個腳步 他們想要把立法院成為台灣 所有各院的一個領導者 而這個領導者裡面 以誰為代表 以傅庚錡跟黃國昌 這兩個人作為代表 也就是說這兩個人 他們主導了目前台灣的政治的走向 他們迎合了共產黨 想要消滅台灣的一個企圖 那麼我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二十三年前 我的一個好朋友李曉峰 他就寫了一篇論文 他說中國如果武力換台 第一個共產黨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立法院 就是今天大家所集會的一個立法院 為什麼呢 因為他武力換台幾乎是不可能 但是呢他們認為 就讓你台灣先捏亂 那捏亂總要有因應的分子 告訴大家 今天中國國民黨和中國的民眾黨 就是在台灣搞捏亂的一個分子 也才會有今天立法院的一個亂象 那麼面對這個亂象 我們怎麼辦呢 除了行政院提出會議之外 但是那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再來一個就是憲法的訴訟 那另外一個就是全民公投 那麼這些都是這個 這個老民傷財 最重要的是我們人民的覺醒 我們怎麼樣可以 用我們人民自己的力量 來制衡立法院 立法委員是我們人民選舉出來的 管教立法委員的權力 跟這個義務 都在我們人民的身上 所以我很贊成所謂的青鳥行動 那我不僅贊成青鳥行動 我認為青鳥行動的火花 既然已經點燃了 就不能讓它洗滅 所以青鳥要揮向台灣寶島的 東西南北 這個青鳥的這個烈火 我們要燃燒到任何一個 不肖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跟民主黨都不例外 要回到他們選舉去 我們要去宣導台灣民主得來不易 但是今天面臨最大的困境是 台灣的民主受到了迫害 台灣的自由受到了摧殘 那麼台灣的民主開始走倒退路 所以到底我們是希望台灣的民主 繼續向前走 台灣的自由 台灣人的人權受到永遠的保障 大家認為這樣好嗎 如果認為這樣好的話 那麼就應該大家團結起來 當我們做了一次錯誤的選票選擇之後 沒有關係 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可以馬上用我們的另一張選票 把這些我們所唾棄的立法委員 把我們這些 跟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 而要來清潔我們台灣的這些馬前族 我們通通把他幹到台灣海峽去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信念 也就是我認為青鳥活動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但是這個有意義的這個重點要在於 我們如何讓他持續下去 讓這個溫度能夠永遠 攏載到我們台灣各地 好 那各地的區域立委 事實上可能就會面對一個很大的民意的反彈 跟罷免的壓力 所以你是贊成公民要有罷免的運動 然後呢 事實上至少可以制衡這一些立法委員他們的作為 對 沒有錯 我剛剛提到過 立法委員是我們人民用選票選出來的 所以大家要記入 教訓跟罷免這些立法委員 都是我們人民的權利 當你選出來的立法委員是一個不肖立法委員的時候 那麼罷免他們就是我們的義務 這個義務應該是神聖的 所以我們應該大家要協力的 這個去進行這些罷免的活動 當然罷免不是一下子馬上就可成的 這個罷免的行動必須到明年才能夠真正去落實 所以我前幾天跟幾個朋友在談 我說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所謂 灰鳥 這個這個這個再啟蒙的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要有組織化 把它推廣到我們台灣各地 讓所有的民眾能夠覺醒說我們疏忽了哪些 我們做錯了哪些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補救讓我們台灣民主更加輝煌更加燦爛 好那大哥這個一般人先前認識你喔 你是國票金控的前董事長 洪三雄洪董 你剛剛跳上去戰車 你是用台大當年也是抗爭學生的身份 給肯定學生告 因為五十年前你也抗爭過了 五十多年前那個時候還是戒嚴的時期 那個時候我們提出什麼主張 我們提出台灣的命運 要由台灣一千四百萬人民來決定 五十年前之後一千四百萬人 我們是用法言台大法言的社論來寫這個東西 喔真的喔 第二個我們主張 中央民意代表要全面改選 大家要知道 在我們的國會全面改選之前 也就是大概是1990以後 之前呢 台灣的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包括國大代表 是終生子 沒辦法選舉 那麼我們要求選舉 他說欸不行啊 這些我們從大陸過來這些中央民意代表 是我們的法筒 法筒 我說法筒是什麼 這些人會不會死 這些人死掉之後 那是不是你中華民意國的法筒 就沒有了 對 事實證明 如果說我們有法筒的話 中華民意國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中華民意國 我們並沒有因為那些老邪 氣勢了 而中華民意國崩潰 所以 中國民意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詐騙集團 這是大家所熟悉的華聯網 華聯網在電視上 他公然的說 我沒有炒股 我也沒有念線交易 是民進黨利用刑法一百條 所謂的意圖叛亂 將我打入大牢 這個電視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對 他本能這樣說 但事實上我請大家看 這是千真萬死的證據 他在2011年4月19日假離婚 跟他老婆假離婚 使公務員鄧宅不實文書罪 就是偽造公文書罪 被判處 六個月有期徒刑定業 2018年 他違反證交法 炒作合機股票 被判八個月徒刑定業 同年的9月25號 被送入花蓮建議 2020年5月14號 他又是違反證券交易法 炒作凱記歷程 長逸的股票 但是很可惜這個案件 纏頌了20年 他自有辦法 最後被判刑兩個 兩年十個月定業 同年的5月26號 花間去執行 各位想一想 2011年10月20日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他為婦崑修改黨章 邀請這個不法紀錄 累累的婦崑修 重返國民黨 各位啊 這是國民黨 還是黑道國民黨 大家認清楚 一個中國國民黨 的總召 既然可以公然收訪 欺騙全民 他是不是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詐騙集團 第二個 跟婦崑崎一搭一搶的 就是黃國昌 是 那黃國昌 大家都知道 他是2014年 也就10年前 太陽花學院的一個領袖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的主張 是說 沒有逐條 逐項討論 根本就是黑箱 包裹表決 就是踐踏民主憲政 完全看不起人民 那個時候 他挑起太陽花學院 就是針對所謂 胡茂協定 他這麼說 他說 手持的太陽花 我們要跟年輕人 大家站在一起 同陣線對抗國民黨 這是10年前 10年後的5月6號 同樣的黃國昌 他說國會擴前 國中版本條文是 最高機密 不可以公開逐項討論 以前他說 這是搞黑箱 但是他自己 在10年後來搞黑箱 他並沒有經過 立法院委員會的審查 就直接將這些 最高機密 沒有人知道內容的 這些法案 直接大會二讀 三讀來通過 他更說 他說拿著太陽花 不代表太陽花精神 所以我要與國民黨 密切合作 要站在年輕人的對立面 各位想一想 10年前的黃國昌 跟10年後的黃國昌的嘴臉 是多麼的醜陋 2020年1月4號 黃國昌說 中國國民黨 是連在野黨 都沒資格的政黨 尤其他說 在野黨當中 讓我最瞧不起的 也就是讓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中國國民黨 但是 10年後的2月9號 黃國昌說 立法委員召委的選舉 我全力支持國民黨的人嫌 結果 南白攜手合作 他們想要推動 所謂的苦果利民的法案 其實就是 剝蟹台灣法制 破壞台灣人權 侵犯台灣人民自由的法案 2021年11月12日 當傅昆吉被移到外衣間的時候 2021年4月16號 傅昆吉提出假釋之後 黃國昌 他酸 傅昆吉說 喔 你全會犯罪 果然不一樣 你可以到外衣間去舒服 你可以提假釋出來 2024年的5月 大家在電視上看到了 黃國昌激狼難 傅昆成 乖乖地來摸他的頭 2015年 黃國昌因為 太王花的運動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 叫做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就頒給他第一屆的 廖樹中教授紀念獎 這個廖樹中是誰 他就是廖繼村的兒子 喔 好 今年5月31號 當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知道黃國昌搞出 這一套不倫不類的理論 跟行動之後 他譴責黃國昌 媚視民族 所以撤銷黃國昌的獎項 黃國昌跟憤君子 兩個人一唱一唱 一搭一唱 就好像廟會裡面的 檔期到哪裡 這兩個人 目前主導著台灣的立法院 也就是說 他們利用立法院 要來執行中國共產黨的使命 怎麼樣來併吞台灣 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 不是只有一個黃國昌 不是只有一個 複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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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有一個小小的 中國國民黨 不是一個軟弱無能的民眾黨 我們所面臨的是 中國共產黨侵犯的威脅 所以當大家有這個體驗的時候 都應該共同站起來 我們來抵制中國國民黨 中國民眾黨 在台灣的惡行 好 就是說選舉是人民的權利 那如果是不適任的立法委員 事實上罷免也是人民的責任跟義務 那才能夠捍衛這個社會 請教柏亞 柏亞事實上也一路觀察到 立法院內跟院外 確實是台灣的另外一個 平行世界的戰場 這個確實是這樣 因為訊息的來源是完全相反 就是說立法院內 那當然傅崑奇跟黃國昌 又領導著國民黨的這個 總共62席藍白 那再往前面衝嘛 那立法院外來的人 其實某種程度上 接收到的是 比立法院內的訊息更多的 就是 甚至我們立法院外 研究這些法條 把黃國昌的最高機密板 挖出來看的速度 搞不好都比裡面的藍尾還要更清楚 因為有很多藍尾一直到了 刪讀的時候都還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在刪讀哪些法條 那不過回過頭來看整個局 其實立法院外 所反對的這個 不只是這個所謂 國會擴權的這個法案而已 其實我覺得立法院外 尤其是 帶頭要抗爭的這些民間團體 他看到的是一個更大格局的圖像 這個圖像是 以傅崑奇為首的藍白立院黨團 他們現在在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立院集權 他要把所有的憲政的權力 往立法院集中 把立法院變成是台灣 權力最大的一個憲政機關 我講這個是有證據的 首先第一個 在這一次的國會法案裡面 立法院已經要把總統 放在立法院的下面了 因為他安排了總統 立法規定總統要定期來報告 他是要定期要來 而且報告完之後還要被立委質詢 這個其實已經牽涉到 變動我們的憲政秩序 因為司法院大法官 4次419號解釋就講過 除非憲法有明文規定了 否則立法院不能夠決議 叫總統一定要做 或不能做哪些事情 那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 總統有定期去國會報告 還要被國會質詢的這樣子的一個義務 所以在這裡他已經繞過了修憲的程序 現在藍白在做的一切 其實他就是要繞過修憲的程序 直接變動憲政秩序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他們弄完國會武法之後 馬上要推動廢除監察院 為什麼我會說這裡面有機關 因為過去我們都在講的是說 五權憲法在世界上很少見 因為他是把考試權 從行政權中獨立出來 然後把監察權從國會立法權中獨立出來 所以一般我們都講說 要不要你回歸三權分立的正軌 把監察院併入立法院 把考試院併入行政院 這是三權分立的圖像 可是藍白呢 傅崑琦跟黃國昌 他喊出來的其實是叫四權憲法 因為他只要廢監院 他不處理考試院為什麼 因為廢除監院之後 立法院權力變大嘛 他把監察院吃了 但是他不把考試院還給行政院 所以在他們的藍圖一旦實現 廢除監察院之後 在四權憲法裡面 立法院他不但現在已經大過總統 他還大過行政院 他也大過考試院 那甚至他現在喊出什麼 不修憲 我們直接用不給預算的方式 實際上把監察院廢掉 那這個也是司法院大法官 釋憲的時候 曾經講過不能這樣幹的 大法官他早就說過了 以前其實也是朝小野大 然後藍營聯合親民黨多數的時期 有講過啊 他就說不給你同意監院人事權 讓你監院空轉嘛 大法官有說過說 這個是立法院已經抵觸了憲法 賦予你的義務 但是現在藍白很明顯 他要重演一次這個句嘛 另外還有一個 傅崑崎他推動的三項的交通建設法案 這三項交通建設法案 我認為深層來講 他是相裝五件意在配工 因為他那個法案 根本沒有任何物質可行性 他要奪的權 他要奪的權是奪立法院的預算權 就是以後行政院 預算權不是你獨享 我立法院我也可以自提預算 我也可以自提建設 我甚至可以規定你 要在什麼時程之內 完成多少錢的一個建設 那未來行政院的預算權 立法院也分享 監察權被立法院吃掉 然後考試權又不還給行政院 那到最後這個國家是誰說了算 這個國家就會是傅崑崎跟黃國昌 聯合起來的立院多數說了算 而這一切並沒有經過人民的直接授權 人民直接授權的總統被空洞化了 因為你總統要去立法院接受質詢 總統你的國安大政的方針 你要去立法院接受審查 這就違反了我們台灣人民 在2024年1月份投票的意志 因為台灣人雖然藍白選到國會多數 但是他總統是選給賴清德 但是現在總統雖然選給賴清德當選 實際上掌握國家大政的人 變成是花蓮一個選區選出來的傅崑崎 以及第三大黨自己選出來的總召黃國昌 在掌握這整個國家的大權 所以如果這個火車過站不停 這樣一站站開過去的話 我們的憲政秩序會在完全沒有經過 修憲途徑的情況下直接被變更 那這個是台灣很多公民是會擔心的 所以為什麼黃國昌寫的這個最高機密的法條 最終會有123位法學的博士教授學者出來反對 其實他不只是反對這個立法過程的粗糙 以及法條品質的低劣 他更反對的是國會運用這樣強硬的手段 製造出來不負責任的憲政衝突 這個是台灣很深層的憲政危機 因為一旦台灣原本五權分立或三權分立的政治秩序被破壞掉 變成立法院極權立法院獨大的話 那我們引以為傲的良好投資環境 恐怕也會遭受到破壞了 好我們稍後回來